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广州的疫情被扑灭 标志着我国有能力对抗生物武器 6月28号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 从6月19号到27号24时 广州市联系9天 没有新增境内感染病例的报告 目前还有58名境内确诊患者 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截止到27号 本来疫情所有的危重症重症患者全部清零 这标志着最近在广州市爆发的这一轮疫情已经被扑灭 我国政府的各级防疫组织 医务人员志愿者来自普通百姓 在抗疫斗争中的表现 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次广州疫情的初期 我们确实有些手忙脚烂 因为这次我们面对的不是以前的变种 而是源自印度的德尔塔变种 根据海外公布的一些医学研究 印度的德尔塔变种新冠病毒的传染系数达到了6到8 而我国最早发现的新冠病毒种类的传染系数仅为1点几 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们知道世界上对生物武器的传染系数定义为10以上 这个印度德尔塔变种新冠病毒的传染系数已经达到了6到8 就已经很接近生物武器了 这次广州人民取得的抗议胜利来之不易 从去年年中武汉解封 我国取得全面抗议胜利之后 到现在我们国家又发生了大大小小 二十余起局部的传染事件 经过各立政府和人民的努力 所有的传染事件最后都被扑灭了 实打实的说 在抗击新冠病毒问题上 我们给前世间是演示了20多遍 可是他们就是学不会 听者无意观者有心 中国在这一年半的抗议杜争里的表现 实际上已经对美国建立起了新的战略威慑 也就是我们有能力对抗大规模的生化武器的袭击 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大国 比起美国死亡60万人的表现 我们的表现应该是完美的 最符合科学规律 美国应该很清楚 发动生物武器袭击的后果是什么 它自己面对大规模的生物武器袭击的应对能力又怎么样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1975年3月生效 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缔约国 根据这个公约的规定 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展 不生产 不储存 不取得出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剂 毒素及其武器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除了拥有数百个民用生物实验室以外 美国军方还在全球各地拥有上百个生物实验室 他们在这些实验室里究竟做了些什么 谁也不知道 虽然网上流行有很多的说法 说美国在开发针对他国的生物武器 甚至新冠病毒也是从美军的实验室里流传出来的 但是所有的说法目前都没有实证 因为美国对所有这些指证呢 一概是不理不采 虽然没有证据吧 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合理怀疑吧 生物武器呢 不像其他武器那样 能够绝对的防止 本国民政受害 以病毒为主的生物武器 是很难控制传染范围的 而且也很难针对 某一个人种开发出 只传染这个人种 其他人种完全免疫的病毒武器 因为人类的历史啊 就是人种人和的历史 现在大部分人类的种族 都多少带有一些其他种族的基因 而美国本身又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 不可能不被传染 美国想要针对某国家释放生物武器 又想本国不受影响 在理论上就是做不到的 这一次全球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把世界各国应对生物武器 袭击的能力也全面的考验了一番 中国的表现是优秀的 美国的表现是不及格的 这就是战略威慑 美国高层应该有人能看明白这一点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儿 下期节目再见